美国卫生部长阿巴尔日前访台 与台湾的总统级首长交流甚欢 阿巴尔更是近40年来代表美国华府 飞领台湾的现任最高层级官员 此剧代表美台关系突破性的进展 看在中共的眼里自然急得想跳脚 并由刚回归发言人的湛王赵立坚 即宣告制裁涉港问题的美国官员后 开票针对阿巴尔的台湾性怒责美台人 并恶言的警告台湾将死路一条 难怪全球再也容忍不了这个大恶霸了 我们坚信台湾人民完全有智慧 有能力把台湾民主实践发展更好 谢谢大家 阿巴尔自行代表美国总统所转大的 除了高度肯定台湾对防疫的贡献 并共同签署两国的卫生合作备忘录 对于国际外交也签下了历史性的一刻 他也公开表扬对于台湾民主的良善力量 从此台湾绝对是美国长期的好伙伴 还表示当他见证了台湾近四年来 都未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侍卫会议 这都是被中共霸凌所造成全球的损失 反观习大大自己面对疫情加水患 不但因极权隐瞒的手段更加害人民 国难时刻还更加重视对香港的报复 以及对台湾无微不至的文攻武贺 西皇帝你马帮帮忙找一下良知在哪里 残酷恶行已经做到国内外的共分了 还便本家里想继续靠暴力平反应急 不然天真的想靠着制裁11名中港官员 只会换来更多欧美联合抵制的损失 或是想靠召回愚中战狼使其厚脸皮 自不浪漫不厌其般的骂记台湾及美国 也只会加剧民主国家对中共的作恶 就如同世界大多公民对台湾的肯定 也见证了美国等大国的行动 支持着台湾 但中共才不要玩火自焚呢